字幕提供 在個土地宮的聲響走進南方的編炮鎮中 火光速射炮聲融融 煙霧名辦震撼住師徒 這是由百年歷史的內服元宵級的傳統攝影師 夜龍土地宮 由清朝時期及劍廟的當地信仰中心 剪頭福德使得福德政省 乘坐神教沿著金融路 成功路 清雲街及內湖路二端一帶 落盡西湖 沿途店家用鞭炮熱情歡迎 表達對土地宮的虔誠敬意 夜龍土地宮的習俗 是因為當時那些地方向 地方上的老者 那些集合起來 然後巡視區塊 土地宮的管轄 用整個扛的方式 最早用扛的 然後下去炸 然後家家戶戶 個人出個人的鞭炮 跟麵花沒有關係 是這種趨勢 然後慢慢演變成 然後每一戶都拿鞭炮出來炸 炸到真的是火紅 從小看到大的當地內湖裡里長 許昌華說 土地宮真的很靈業 每次要出巡時天氣就會好轉 過去兩年因為配合防疫 不得已停辦 配合疫情解封 夜龍土地宮 今年會復舉辦 讓地方民眾與店家相當期待 也吸引了大批人潮參與 民眾戴上口罩 護目鏡 耳塞 全副武裝迎接著 睽違兩年的地方大事 每一年辦這個活動的時間 天氣土地宮都特別會 不管你白天再怎麼下大雨 你到他土地宮要出門的前一刻 他雨就停了 等到他回到廟的時候 他又突然的雨又來臨 所以土地宮他的本身的神威 非常的顯赫 像這家在剪頭府的池旁的自助餐 業者就準備了十大箱的鞭炮 要來熱烈迎接土地宮 內湖區多位民意代表也出席共襄盛舉 希望透過炸土地宮的傳統民術文化 祝福大家把來年的財運和好運都炸出來 這個建動土地宮是我們內湖的傳統 那台灣其實保留這樣子的傳統非常的少 而且很多國外的朋友都會特別來 那過去兩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停辦 今年又再次停辦 所以可以看到在場的人潮非常的多 因為大家都很期待 那藉著炸土地宮呢 能夠把這個過去一年的好運氣呢 能夠讓他重新的把財運跟好運都炸出來 除了震撼度十足的鞭炮炸土地宮外 許多民眾還沿路減時燃放過的鞭炮灰 及鞭炮穴裝進紅包袋裡 甚至大把大把的掃進紙箱裡 就是為了蒐集財運好運加倍 很多做生意的包括商家店家我們在這裡都會放鞭炮 放鞭炮然後把鞭炮完收起來之後用紅包包起來 然後祈求一年平安一年的財源財氣這樣 那過去的習俗這樣如果放的鞭炮越多 代表未來一年生意可以越好越興旺 晚上十點過後內湖夜龍土地宮的活動進入最高潮 信中用盛納的鞭炮陣迎接繞進祈福隊伍回到減頭福德池 廟方強調在安全為最高原則的前提下 恢復舉辦這項百年傳統民俗活動 將在土地宮庇佑加持下揮別疫情陰霾 用好運及財運歡喜迎接兔年的到來 記者張綺藤台北報導